正宝会计盲校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财务成本管理课程 阶段小节学习 我们接下来将分成三个阶段 帮助大家回顾本门课程的知识 而我们要讲解的质点以及典型的例题 都来自于大家做过的跨章节测试题 我会宣讲其中的错误率比较高的客观题 和一些典型的主观题 好我们先来回顾第一阶段 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内容 我们先来回顾操管理目标与利益相关的要求 那么利润最大化以及美股收益最大化 这二者呢大家着重把握住他们的缺陷 首先没有考虑利润或美股收益取得的时间 那也就是忽视了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其次没有考虑所获得的利润 或者是美股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的关系 关键词忽视了风险因素 再有利润作为一个绝对数指标 利润最大化呢 没有考虑所获利润和所投入资本额之间的关系 而美股收益最大化 它既然是一个美股的概念 那它至少从份额的角度考虑了公司所获得的利润 跟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 但问题是美股收益它只是一个份额的概念 对吧 而现实中美股股票的投入资本 比如那个美股股价差别也很大 所以不同公司的美股收益它也不可比 那接下来股东财富最大化 是需要大家全面把握住的操管理目标 也是线性操管理的最优目标 那先明确什么叫股东财富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就是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也就是那个股票的市价 那么股东财富增加额 通常呢 用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来衡量 那什么是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呢 是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也就是那个股票的市价主义 超过股东投资资本的差额 而大家不难理解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超过股东投资资本的差额 其实就相难是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 那接下来还要明确这么一个观念 无论是股价上升 还是公司价值增加 这里的公司价值指的是股权价值和债务价值 二者的合计 怎样呢 实际上都是股东财富增加 也就是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 显然它不能来自于股东投入资本增加 或者是债务的增加 简单来讲 就是说企业价值增加也好 股东财富增加也好 这个增加的部分 那都是企业为股东赚到的钱 而不能是股东投给企业的钱 也不能是企业借来钱 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因此明确这么两个细节 首先 假设股东投资资本不变 你从公司价看出来 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情况下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上升 和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的提高 二者具有同等意义 因此此时就会由股价最大化 和增加股东财富是一致的 接着 假设债务价值不变 股东投资资本不变 注意两个前提 那么公司价值最大化 和增加股东财富 也具有同等意义 也不难理解 就是我们刚刚 说的这句话的观念体现 如果债务价值不变 股东投资资本不变 那公司价值增加部分 当然就是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 再有还得明确 企业和股东之间所发生交易 它会对股价产生影响 但注意虽然影响股价 但并不影响股东财富 因为从逻辑上讲不通 企业是不可能依靠和股东之间的交易 来为股东创造价值的 比如公司给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大家知道往往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 但其实并不影响股东财富 因为什么呢 股东的投资资本同时减少了 换句话说 公司给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就相反来是把股东财富的一部分 作为现金股利分隔出来 交到股东手里 就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看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操管理目标的优点 首先 以美股价格最大化 为目标 它就反映了资本和获利的关系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美股的概念 其次 受预期美股市影响 所以反映了美股市的大小和取得的时间 那也就是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因为理论上 股权的价值是预期未来股权现金流量的折限值 那这不就考虑时间价值因素了吗 而接着 那个折限率呢 应该是股东基于风险的考虑 对公司所要求的必要保持率 所以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目标呢 它还受企业风险大小影响 继而呢 也反映了美股市的风险 好 我们再来回顾经者的利益要求与协调 那么经者利益要求很简单 三个方面 增加报酬 增加线下时间 以及避免风险 而经者为了自身利益 而背离股东利的方式 两种 一个是道德风险 一个是逆向选择 那如何防止经者背离股东目标呢 这个制度性措施是两个方面 记住关键词 监督跟激励 而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激励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管理层 背离股东目标而给股东带来的损失 而对管理层实施监督跟激励 当然是要花费成本的 所以最优方式 就是使监督成本 激励成本 和偏离股东的目标的损失 这三者之和呢 达到最小值 同时呢 也明确这么一个基本的规则 那就是 如果这几项相关成本之间 是此销彼涨的关系 那么最佳的安排 就是他们的合计数 达到最小 好 我们再回顾股东 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那么股东与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未经债权同意 将举债资金应用于 比债权人预期风险更高的项目 因为大家知道 债权人对企业收益的要求权 是以债务合同约定的利息 作为上限的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那个债权人的希望收益 小于等于承诺收益 所以高风险项目成功 债权人只能拿到承诺收益 不能获得超额回报 但高风险项目如果失败呢 导致公司对债务构成违约 那债权期望收益 将低于他的承诺收益 所以说将举债资金应用于 比债权预期风险更高的项目 是伤害了债权利益 造就是直施关键当局呢 发行新债 增大公司的偿债风险 也会使旧债券价值下降 那么如何保护债权利益呢 制度措施呢 是这么三个方面 首先别忘了 有寻求立法保护 比如说公司破产时 债券人呢 优先接管公司 在比如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时候呢 债券人比股东呢 有优先权 对吧 其次呢 就是在债务契约当中呢 加入限制性条款 比如限制借款资金的用途 以及发现公司有侵害其债权利益的意图的时候呢 拒绝进一步合作 不再提供新的贷款 或者要求公司立即偿还现有的贷款 好 我们来看一多选题 在股东投资资本和债务价值不变情况下 夏立各项中能够体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一操控目标的有哪些 大家记得 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情况下 股价最大化和增加股东财富具有同等意义 对吧 因为只要股东投资资本不变 股价上升部分就相当是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 也就是股东财富的增加额 所以选项C是正确的 以及如果股东投资资本不变 债务价值不变 那显然公司价值增加部分 同样是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 也就是那个股东财富的增加额 所以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 能够体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 还有什么呢 公司价值最大化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C和D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债券人为了防止其利益被侵害 通常差以此措施 不包括哪一项 注意是不包括哪一项 A 破产师优先接管 包括吧 不就我们想谈到的寻求立法保护吗 B 在借款合同中规定借款用途 包括 这就是那个限制性条款 C 发现公司有损害其债券意图的时候呢 拒绝进步合作也是有的 但是没有这个要求提高利率 对吧 什么叫做债券人的利益被侵害呀 其实就表现为公司对债务呢 构成违约 无法给债券人还本付息了 而ABC 大家不难理解 都能够减少这种可能性 对吧 但是 要求提高利率 其实 并不能强低公司对债务构成违约的可能性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地 好 接下来我们回顾财务比率分析 首先来回顾短期长债能力比率 大家记得进行短期长债能力分析 主要考察企业的流动性水平 怎么考察呢 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之间进行比较 以及将经营现金金流量跟流动负债呢 进行对比 此外呢 还得考虑一些表外因素 好 我们来看涉及哪些指标 首先 营运资本 记住 它有两种算法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这是最常用的算法 此外 别忘了 它也等于长期资本减去长期资产的差额 所谓的长期资本 就是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合计 接下来 延伸一个比率 那就是营运资本和流动资产的比值 这叫营运资本的配置比率 别把它布施掉 再往下 就是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流动比率 而大家记得 计算跟分析流动比率的时候呢 我们拿到当中 得有两个问号 一个是关于存货的变现能力 一个是关于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 对吧 好 把这两个问号 依次拿掉 你就能够 推理出来 速动比率 跟那个 现金比率了 比如 在流动资产当中 把存货等等这些 非速动资产拿掉 用剩下的速动资产 出于流动负债 得到就是速动比率 那么 速动资产的范围 大家务必要牢记 包括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及各种应收款项 主要就是那个应收账款 那么 不包括项目 首先存货 那注意 说到速动比率 我希望大家 首先想到 就是把存货排除掉 此外呢 要排除预付款项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以及 其他流动资产 接下来 是现金比率 注意 铸块 大纲 对现金比率的定义 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现金 仅仅指的是货币资金 不包括那个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一点 跟很多教材的观点 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 货币资金 吹流动负债 这是铸块大纲当中 所定义的现金比率 好 接下来 现金流量比率 注意个规律 只要一个财务比率 涉及现金流量 那它一定是 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金额 因为只有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金额 才代表企业 生成现金流量的能力 那什么是 现金流量比率呢 是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金额 注意 除以的是 期末流动负债 好 记住两个细节 首先 说到现金流量比率 应该是 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金额 跟流动负债的比值 用来考察的是 短期长债能力 而且 这里流动负债 必须得是期末值 不能是平均值 虽然 分子的现金流量 它是个十七数 但真正需要 偿还的债务 是期末的债务 而不是平均债务 这个细节 也要注意一下 好 这就是 影响短期 长债能力的 其他因素 就是那些 表外因素 那么增强因素 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 可动用的银行 售信额度 比如 我们在英语资本 惯例那张 介绍到的 周转信贷协定 能够极大的提高企业的 临时举战能力 也就是改善了企业的 流动性 这不就增强 短期长战能力 再比如 企业拥有 可快速变现的 非流动资产 指的是 可快速变现的那些 非经营性的 长期资产 比如说 储备的土地 随时可变现 而且即便变现 对公司的正常政策经营 也不构成影响 这就增强流动性 改善短期产业能力 以及 偿债的生育 这个好理解 那么 降低因素 主要就是 与担保有关的 这些 货有负债事项 好 我们再来回顾 长期偿债能力比率 那么 长期偿债能力 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 公司的债务比重 一个是什么呢 公司的盈利能力 对复习能力的保障程度 好 用来反映 债务比重指标 有这么四个 首先 资产负债率 从自外就能理解公式的 总负债 除以总资产 接下来 产权比率 总负债 除以股东权益 以及权益成数 是总资产 除以股东权益 而大家记得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 权益成数 这三个比率 都从不同的角度 来考察 资产负债股东权益 三者之间的比率 关系 因此呢 他们是可以 相互换算的 怎么换算 大家必须得把握住 其实很简单 对吧 此外 注意 他们的变动方向 是一致的 都是负债 比重越大 这个指标 数值越高 在这里呢 尤其要注意 这个权益成数 千万别记混了 别忘闻生意 权益成数越大 什么意思啊 这个成数应该 理解成为是倍数 指的是资产总额 相当于股东权益的 倍数越大 反过来讲 就是股东权益 在全部资金栏当中 所占的份额越小 继而 负债比重是越高的 千万别记混 权益成数越大 说明负债比例越高 好 再往呢 就是长期资本负债率 去年就考到这个指标了 那么 从字面就能退理 所谓的长期资本 在下面刚刚说过 是非流动负债 也就是长期债务和股东权益的合计 那么长期资本负债率 显然就是非流动负债 在这个长期资本当中所占的比重 非流动负债 不宜 这两项长期资本之合 接下来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流量 利息保障倍数 以及这个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 其实大家都可以把它们视为什么呢 从盈利能力角度来考察长期长债能力指标 而且着重分析的是什么呢 盈利能力对负债能力的保障程度 好 首先 利息保障倍数 注意分子 不是净利润 也不是税前利润 得是税税前利润 道理很简单 因为利息费用 尤其是那个费用化利息 是要从税税前利润来开支的 所以能够作为利息保障的这个利润 得是税税前利润 分母呢 是利息支出 而且这个指标 非常重要的细节 也是考试很容易考到大家的 就是分子分母的 这两个利息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分子税税前利润当中的一个利息 应该是 进入当期损益 这种费用化利息 比如说 我们以净利润为起点 怎么调整出来税税前利润呢 净利润 先加回所得税费用 大家知道这就是税前利润了 接着怎么样呢 注意 加回的得是费用化的利息 你得到的才是税税前利润 因为 以税税前利润为起点 你怎么计算税前利润呢 当然得减去那些 要进入当期损益当中去的 那些费用化利息 对吧 好 这是分子 税税前利润当中的这个税 是费用化利息 但分母的这个利息支出 可是费用化利息 跟资本化利息的 合计 这个细节 务必要注意 以前年度考试 是经常会考到的 好 接下来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备数 我们再次看到现金流量 马上想到 他仍然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 而这个指标呢 其实就是利息保障倍数变形 你把分子的系统下利润 换成经营活动的现金量 进额就可以了 而分母呢 仍然是利息支出 注意这个利息支出呢 仍然是资本化利息 跟费用化利息 二者之合 好 接下来是现金流量 与负债比率 好 这个现金流量 还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 而这个负债 注意指的是期末的全部负债 这个指标 千万别跟我们前面谈到的 现金流量比率 动混了 分子都一样 都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 但分母 一个是期末流动负债 一个是期末负债总额 不难理解 因为这两个比率 一个用来考察短期产生能力 所以分子呢 是期末的流动负债 这个呢 用来考察长期产生能力 所以分母呢 是负债总额 但有一地方一样 大家注意到了 这个负债 余率都得是期末值 而不能是平均值 咱下面说了 需要偿还的是期末负债 不是平均负债 那么影响长期产生能力的 其他因素 就那表外因素 两个方面 一个是债务担保 一个是未决诉讼 好 我们再来回顾 营运能力比率 我们重点回顾 考的比较多的 应收账款周转率 和存货周转率 那么应收账款周转率 我们在这里呢 重点回顾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它是营业收入 和应收账款的比值 那这个分子营业收入 理论上 应当是奢销收入 那因为只有奢销 才会产生应收账款 对吧 那么分母的这个 应收账款的余额 注意三方面要求 首先 应当是未计题 坏账准备之前的 应收账款总额 而不能用计题 坏账准备之后的 应收账款 金额来计算 避免产生误导 因为如果企业的 应收账款管理效率低下 企业呢 会增加计题 坏账准备 而按照减出 坏账准备之后的 应收账款金额 来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怎么样呢 应收账款管理越差 我们计题的 坏账准备越多 应收账款金额越少 我们计算出来的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方而更高 这就矛盾了 对吧 产生误导了 所以说 我们应该使用 未计题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总额 来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而这就意味着 资产负债表上 所列示的应收账款 由于它是 减坏账准备之后的 净额 是不能直接拿来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的 你必须把 计题的坏账准备 加回来 再有 奢销不仅产生 应收账款 它也产生应收票据 所以分母的 应收账款预额 不仅包括应收账款 也得包括应收票据 以及分母的 这个应收账款 应当是一个 平均应收账款 因为毕竟 应收账款是十点数 它跟分子的 这个营业收入十七数 不能够直接相匹配 所以它得计算 平均值 简单的做法 是年初加年末 除以二 这么计算一个 年初年末的算数平均 但是在进行 业绩评价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使用 多个十点的平均数 比如按月平均等等 以便减少这些 季节性 偶然性和人为因素影响 那么一般情况下 应账款周转速度 应当是快一些比较好 好在哪呢 一方面说明应账款的周转速度快 也就是营运能力强 再有应账款周转速度快 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现金 流动性好 那就意味着 公司的短期产展能力也会比较强 由此明确 应收账款周转率具有双重意义 既能反映营运能力 也能反映短期长债能力 但是应账款周转速度不是越快越好 如果应账款周转速度太快 可能表明公司信用条件注意是过于苛刻的 很好理解 应账款周转速度过快 什么意思呢 公司不允许顾客欠款时间太长 这不就是一个严苛的信用条件吗 而过于苛刻信用条件 是不离企业扩大销售规模的 再有我们进行应收账款分析 应当把它跟奢销分析 现金分析相联系 正常情况是奢销首先产生应收账款 对吧 奢销增加应账款增加 应账款收回之后 那么现金以及经活动现金流量也会随之增加 好 我们再来回顾存货周转次数 是用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去出于存货 那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分子到底是营业收入 还是营业成本要取决于我们的分析目的 如果我们要考察短期长展能力 那我们当然得知道存货能买多少钱 对吧 以及我们要分解总资产周转率 为了保持口径一致 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得用营业收入做分子的周转了 但如果是评估存货的管理业绩 为了保持分子分膜的口径一致 我们应该使用营业成本做周转了 因为存货售出转化成为营业成本 那么存货周转速度也是一般情况下应当是快一些 但同样不是越快越好 存货的周转速度快 一方面说明存货的营运能力好 对吧 管理效率高 但注意 存货的周转速度快 也说明存货畅销 变现速度也快 因此存货周转次数 它也是具有双重意义 能够反映营运能力 也能够反映短期长展能力 比如应用账款跟存货的周转速度 对流动比率会起到一个佐证作用 而那个应收账款周转速度 还应该对速度比率呢 还能起到佐证作用 但如果存货周转速度过快 也不是好事 有可能意味着存货不足 对吧 相对于分子的这个营业收入 或营业成本来讲 分母存货太少了 而过少存货 就可能导致企业呢 要频繁采购 而频繁采购 就会不经济的增加订货成本 再有进行存货周转分析 要注意应付账款存货和应收账款 或者是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 比如一种比较特殊情形 企业接受大订单 它得先行采购材料 那就说它先是存货和应付账款增加 等订单完成之后 给顾客交了货 确认收入 才会使这个应收账款跟收入增加 那在订单完成之前 它的存货中转速度应该是变慢了 以及存货它有很多构成项目 所以说我们得关注 构成存货的这些原材料 再产品 半成品 产成品 低质一号品等等 这些不同存货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 那么盈利能力比率很简单 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 跟权益净利率 你从自表就能理解了 都是净利率 所以说都是用净利润 分别处以营业收入 总资产跟股东权益 而且盈利能力比率 大家应当是结合 杜邦分析体系来把握 好 我们再来回顾市价比率 而大家注意一个质点的关联性 市价比率 其实就是企业价值评估当中的 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三个 市盈率 市净率 市销率 好 市盈率 从此外就能理解公式 市就是每股市价 赢就是每股收益 市盈率就是 每股市价与每股收益的比率 也就相当于每股市价 相当于每股收益的倍数 那这里的每股收益 明确说到每股 一律指的是普通股 所以每股收益 就是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去处以流通在外的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 注意 分子净利润是17数 那分母的普通股股数 就得是加权平均股数 保证分子分母 口径一致 那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那是用当年实现的全部净利润 先减去当年宣告 或累计的优先股股息 剩下的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那接下来市净率也是从字面就能理解 是每股市价和每股净资产的比例 说明市场上投资者愿意为公司 每一块钱的净资产支付多少买价 那就反映了市场对公司净资产质量的评价 其中这个每股净资产 仍然是从普通股角度来讲的 是普通股股东权益 不予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注意小细节 这个股数并非是加权平均股数 就是因为分子的股东权益 它是失礼数 那什么是普通股股东权益呢 是在股东权益总额当中 把优先股权益扣除掉的结果 而这里的优先股权益 包括优先股的清算价值 也包括全部的拖欠优先股股息 接下来市销率 就是每股市价和每股营业收入 也就是每股销售收入之间的比值 那在这里要注意 我们计算每股指标的时候 分母这个股数 到底加权还是不加权 应当跟分子保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 比如我们如果计算每股收益 或者是每股营业收入 那分子的净利润跟营业收入 这都是17数 所以分母的股数就应该是加权平均股数 而我们刚才看到 计算每股净资产的时候 分子是普通股 普通的净资产 对吧 它是失点数 所以分母呢 就是流通在外的失点股数 而并不是加权股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个选题 影响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表外因素 可能有哪些啊 A 为其他企业提供经济担保 这个是 对吧 大家记得 影响长期偿债能力的表外因素 也就是其他因素 就两方面 一个是炸有担保 一个是味觉诉讼 那就是选项B 企业涉及味觉诉讼 并且很可能败诉 C 可以快速变现的非流动资产 很明显 这是影响短期偿债能力的表外因素 对吧 看到变现两字 就应该已经想到 对吧 变现能力 也就是流动性强弱 影响的是短期偿债能力 D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长期应付款 这就已经不是表外因素 它是表内因素了 还除掉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A和B 好 我们再看一个选题 操保表费当中 在计算和使用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时候 应当注意的问题包括哪几个 A 应用账款年末余额的可靠性问题 这个当然得关注 牢牢记住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时候 这个应用账款年末余额很有讲究 比如它不能减坏账准备 比如它得包括应收票据 比如它得使用多个试点的平均数 对吧 等等等等 B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是否越少越好 这当然也得注意 我们知道不是越少越好 应用账款周转太快的话 是不离企业扩大销售规模的 C 营业收入的奢销比例问题 得考虑 对吧 严格上来讲 得用奢销额去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 那因为只有奢销 才会产生应收账款 D 应用账款分析应当跟奢销分析 现金分析相联系正确 在下面也谈到过 本题答案应当是ABCD 好 我们再来回顾传统的杜邦操销分析体系 那么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 它的核心比率 也就分析对象 是权益净利率 而这个体系框架呢 可以分为两因素跟三因素 两因素是把权益净利率呢 分解成为总资产净利率 和权益乘数的成绩 权益乘数呢 在这里也叫操锅杆 而叫记住 总资产净利率跟权益乘数 大家记得 这二者是负相关的关系 为什么呀 其实就体现了经营风险 跟操风险之间 此消彼长的这个关系 而且这个权益乘数 它用来反映企业的财务政策 而且是财务政策当中的 那个资本结构政策 因为它代表的是 诈物比重嘛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将总资产净利率 进一步拆解成为 营业净利率 和总资产周转次数的成绩 在乘以后面的权益乘数 得到就是传统杜邦体系的 三因素的架构 而决定总资产净利率的 这两个因素 营业净利率 跟总资产周转次数 记住 也是负相关的关系 就体现了那个 薄利多销 或者是厚利少销的 这种经营战略 对吧 而且这两个比率 除了反映企业的经营战略之外 它也反映企业的经营效率 好注意这个词 比如在可持续增长率分当中 有一个假设前提 公司如果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 有什么假设啊 公司经营效率不变 那什么叫做公司的经营效率不变呢 就是营业净利率不变 和总资产周转次数不变 好 那关于传统渡邦体系 希望大家能记住 这两对负相关的关系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个综合题 已知A公司有关资料如下 给出了10年年末的资产负债表 有年出数 有年末数 以及该公司09年度 营业净利率是16% 总资产周转率是0.5次 这是用年末总资产来计算的 全成数是2.5倍 那也是用年末资产 除以年末股东权益来计算 希望大家能够形成条件反射 看到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以及权益成数 应该马上想到 这三个比例的连成绩 就是权益净利率 当然本体呢 是作为已知条件给出来了 而大家自己也能算 对吧 16% 乘0.5 再乘2.5 就是这20%的权益净利率 显然 它也是根据年末股东权益来计算 接着 10年度营业收入是420万元 净利润是63万元 利息费用是10万元 好 媒体它是资本化的 还是费用化的 我们默认就只包括费用化 本利呢 不涉及资本化利息 各项所得适用的所得适顺率 都是25%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是50万股 年内没有发生变化 那就意味着年末股数 跟全家的加权平均股数 都是这50万股 股票市价是每股26元 公司呢 没有优先股 好 看听名要求 首先 计算10年年末 注意审情题 是年末不是年初 计算年末的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全程数 每股净资产 适应率 适境率 适销率 以及10年的每股收益 跟每股 营业收入 其实就把我们前面 讲到那些 最重要指标呢 几乎都回顾了一下 公式只要收 这种题是绝对拿分的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 流动比率 那就是用年末的流动资产合计 310万元 除以年末的流动负债合计 150万元 计算结果呢 是2.1 接下来 速动比率 先识别本例 年末的速动资产 都有谁 两项 货币资金 跟 应用账款 对吧 这二者相加 再去处以这个 年末流动负债合计 得到的就是 速动比率是 0.9 接下来 资产负债率 这个简单 负债总额 除以资产总额 对吧 负债总额这了 350万 除以资产总额呢 700万 应该是50% 对吧 好 有了资产负债率 50% 你就能够换算出来 权益成数了 所谓权益成数 你既能理解成为是 资产总额相当于 股东权益的倍数 也能理解成为是 股东权益比率的倒数 因为在 操比率费当中 乘数也叫做 比率倒数 好 那既然资产负债率 是50% 那你就能推出来 股东权益比率 就是另外的50% 对吧 好 那股东权益比率 50% 倒数 那就是权益成数 应当是等于2 对吧 好 接下来 我们算 每股净资产 每股收益 每股益收入 算这三个每股指标 然后 我们用已知的 那个每股市价 这26块钱 分别出于每股经济产 每股收益 每股营业收入 那不就是市净率 市盈率 跟市销率了吗 很简单 大家参考 你手头的那个讲义 看已知资料 对吧 公司净利润是63万元 股东权益 也就是经济产 是350万元 营业收入呢 是420万元 对吧 好 这三个指标 都处于这股数 50万股 因为年内股数没变 所以说无所谓 加权股数 跟年末股数 都是50万股 对吧 可以记得出来 每股收益呢 是1.26元 每股经济产是7元 每股营业收入呢 是8.4元 好 接下来 用这个 每股市价26元 分别出于每股收益 每股经济产 和每股营业收入 就能得到市盈率 市经率 市销率 分别是20.63倍 3.71倍 和3.10倍 第二问 计算2010年资产周转率 营业净利率 和权益净利率 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 使用年末数来计算 好 根据资料 营业收入是420万元 去除以年末的资产总额700万元 就能得到资产周转率 是0.64 接下来 营业净利率 净利润 接下来 净利润 63万元 除以营业收入 420万元 得到的是 营业净利润 是15% 以及 还是用净利润 63万元 去除以资产负债表当中 这个年末的股东权益 350万元 可以得到 这个全益净利率呢 是18% 第三问 计算 2010年年末的产权比率 长期资本负债率 和10年的利息保障倍数 产权比率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 再翻那个资产负债表 去计算 大家记得 资产负债率是50% 对吧 那就意味着负债占一半 股东权益占另外一半 所以负债跟股东权益的比值 这个产权比率 它就应该等于一 对吧 或者大家记得 这个换算关系 用权益成数净一 也是产权比率 对吧 本例 权益成数是二 净一呢 也能得到产权比率呢 应当等于一 好 接下来 长期资本负债率 公式得收 是非流动负债 除以 非流动负债 和股东权益之和 而非流动负债 不就是那个 长期负债吗 大家看那 已知资料 资产负债表 本例 期末的长期负债 是200万元 好 去除以 期末的长期负债 再加上 期末的股东权益 200加 3万5 计算出来 长期资本负债率呢 是 36.36 接下来 利息 保障倍数 回公式 息税前利润 除以利息支出 本例 由于不涉及 资本化利息 所以说利息支出 和分子息税前利润 当中那个利息 一律都是费用化的 就是这 10万元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用净利润 63万元 除以 一减 所得是税率 25% 就能换成为 税前利润 对吧 好 税前利润 加费用化利息 10万 得到就是税率权利润 再除以利息支出 10万 得到利息网站倍数 是9.4 这个指标计算 本题倒并不复大 第四问 通过因素分析法 结合已知资料 以及第一第二问 这个结果 来分析 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和缺业乘数变动 对缺业净利率的影响 假设就按此顺序 来分析 那就说 营业净利率排在第一位 总资周转率排第二位 全乘数排第三位 好 那接下来 我们采用连环替代法 来进行分析 那么基准值 就是09年度的权益净利率 根据这资料 营业净利率16% 乘以总资产周转次数0.54 再乘以权益乘数2.5倍 得到09年度的权益净利率 是20% 好 那么比较值 就是10年度的权益净利率 根据我们前面计算结果 营业净利率15% 乘以总资产周转次数0.6次 再乘以权益乘数2倍 得到是18% 好 接着我们计算这个总变动 比较值18% 减基准值20% 得到的是负的2% 那在这里提醒大家考试 如果考到因素分析版 大家务必要准确的审清题 要把这个基准值和比较值 一定得定义准确 如果这样你把它弄拧了 这个题就没分了 这地方千万不能错 好 接下来 我们做第一次替代 替代谁呢 还在第一位的营业净利率 那就是用10年度的15% 去替代09年度的16% 对吧 总资产周转次数和权益乘数还没替代 仍然使用09年的数据 0.54跟2.5倍 得到第一次替代结果呢 是18.75% 接着按照连环替代法的思想 我们用第一次替代结果 16.75% 减去这个基准值20% 就能得到排在第一位的 营业净利率变动 对全益净利率影响是负的1.25% 好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次替代 按照税性的要求 我们替代排在第二位的总资产周转次数 那就是用10年的0.6次 替代这个09年的0.5次 以及按照连环性要求 已经替代过的这个营业净利率 要保留替代结果 那就说他也得用10年的这15% 那排在最后的全益成数还没替代 仍然用09年的2.5% 好 计算出来第二次替代结果呢 是22.5% 然后我们用第二次替代结果 减去第一次替代结果 得到就是排在第二位的资产周转率变动 它的影响是3.75% 接着做第三次替代 那就是替代排在最后一位的全益成数 10年的两次替代09年的2.5次 以及排在它前面的两个因素 营业净利率和总产周转率 也都保留替代结果 都用10年的数字 对吧 15%和0.6% 由大家看到 本例呢是涉及三个因素 所以我们做了三次替代 而这个规律 别忘了 最后一次替代结果 就应该恰好是比较值 本例呢就是 10年的全益净利率 18% 好 接着我们用第三次替代 减去第二次替代 得到就是排在第三位的全益成数 变动影响 是负的4.5% 好 接着验算一下 这三个因素的变动影响值 负的1.25% 正的3.75% 和负的4.5% 加在一起 应该等于这个总变动 负的2% 好 接下来我们回顾销售百分比法 销售百分比法 是用来预测外部融资吸收量的方法 第一步工作呢 是预测销售增长率 注意 在销量和单价同时发生变动情况下 销售增长率怎么算呢 应当是 一加上销量变动率 乘以 一加上单价变动率 然后再减几一 而这个单价变动率 往往呢 也就相当是那个通货膨胀率 对吧 因为拓膨胀会导致物价上涨 好 接下来 是预测融资总需求 也就相当是 净经营资产的增加额 大家知道 净经资产 是经营资产 与经营负债的差额 并且销售百分比法 假设 经营资产 经营负债 与销售额同比增长 有这个相同的增长率 因此呢 我们预测这个 净经营资产的增加额 就可以这样来预测了 机器的经营资产 减去机器的经营负债 也就是机器的 净经营资产 再成长一个销售增长率 与销售同比增长 好 这是一种预测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 就是用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 二者相减呢 也相反来是 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用它呢 乘以这个销售增长了 也可以 什么原理呢 由于经营资产 经营负债与销售额同比增长 所以 这个经营资产 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 以及这个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都应该是保持不变的 再有 说到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它是净经资产和营业收入的比值 对吧 那倒过来 营业收入除以净经资产 是什么呀 不就是净经资产的周转次数吗 所以净经资产销百分比 乘以销售增长额 也能把它调整成为销售增长额 不以净经资产周转次数的形式 好 那最后一行 可以看作是融资总需求的第三种预测方法 接下来预测这个内部融资来源的增加额 也就是留存收益增加额 而大家知道 留存收益增加额 其实就是利润留存额 什么是利润留存额呢 预计实现的净利润当中 没有作为鼓励发放 而留在公司内部的部分 好 在销售百分比法当中 我们通常呢 这么来预测 预计营业收入 先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得到的就是预计的净利润了 对吧 然后再乘上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也就是预计的利润留存额 占预计净利润的那个百分比 得到的就是预计的利润留存额 也就是留存收益增加额 而且考试时候一定要注意审经题 这个利润留存率和鼓励支付率 二者是互补的关系 如果题目给出的就是利润留存率 好 直接代入公式 但如果题目给大家的是鼓励支付率 千万别看错了 得是一减去预计鼓励支付率 换算成为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好最后一步 在融资总需求 也就是净资产增加额基础上 减去来自于公司内部的两项资金来源增量 一个是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一个是我们刚刚计算的留存收益增加额 剩下的就是外部融资需求 也就是需要增加金融负债 以及需要增加外部股东权益 一共是多少 好我们来看一个选题 通常情况下下列各项中与外部融资大小 呈反方向变动的因素 有哪几项 A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增加 大家知道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 它的倒数就是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对吧 也就是那个经营资产出于这个营业收入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来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增加 作为它的倒数的那个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就会下降 继而净经营资产消贩密比下降 根据公式呢 融资总需求 也就是那个净经营资增加额 就会变少 继而外部融资需求也就变少 这是反向变动关系吧 结合公式来推理 B 可动用金融资产增加多好判断啊 在计算外部融资需求的时候 可动用金融资产 它是一个底减项 因为它是内部融资来源吧 它多了 外部融资需求 当然变少 反向变动 没问题 C 经营负债占销售百分比增加 跟那个选项A的逻辑差不多 大家知道 如果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提高 那就会导致什么呢 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它就会下降了 因为这是个减项嘛 而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下降 就意味着这个净经营资增加额 融资总需求变少 继而外部融资需求也会变少 反向变动 问题 D销售增长率提高 其实大家从逻辑上都能简单推理出来 销售增长率提高 当然会导致融资需求 继而外部融资需求呢 肯定是更大了 对吧 这得是同向变动关系 因为销售增长需要资金支持 销售增长越多 需要的资金也会越大 很简单的道理 好 海主调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 ABC 请不吝点资金